开车遇到马路上碰瓷的教科舒适维权,有车的朋友一定要看完,从此理直气壮。 2022年6月的一天,我照常开着车在路上准备去上班,在一个没有监控的路口等红灯的时候,听到前面喷的一声,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撞了上来,吓得我赶紧下车去查看,看着地上躺了个人可非我吓坏了。 但是我冷静下来一想,这不是碰瓷的吗?我刚刚停车都没有动,怎么能撞到他呢?他看到我走过来,开始大声呼喊,痛死我了,痛死我了,你怎么开的车? 老哥,我车没有动,你自己撞上来的吧?你这不是恶人吗? 你放屁,分明是你开车,撞到我的,不知道要离让行人吗? 我当时着急去上班,就问他,你想怎么办? 要么给我两万,要么送我去医院。 好,我送你去医院,于是我就在旁边打了120和交警,还有我的保险公司。 一万也行,给我就走。 我还是没有搭理他,他冲着我大吼。 好,那就走着,瞧看到底,最后是谁赢。 说完就继续躺着了,120先到了,下来两个人抬他走了,问我要不要一起去,我说不去,我在这里等交警。 然后120就走了,很快交警就来了,来了问我,是你撞的吗? 不是,是碰瓷的,我车停在原地,他就直接撞上来了。 有行车记录仪吗? 有啊。 行,那你把驾驶证,行驶本,还有车体系联系方式先留下吧,后续有什么消息我们再通知你。 我按照交警的要求,把东西都留下,然后打车回家了。 回到家后,医院那边通过交警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,说那个碰瓷的,说自己浑身上下哪都疼,让我去医院陪护,让我垫付医药费和检查费以及营养费物工费等。 我一口回绝了说,事情调查清楚之前,我没有一分钱,而且法律规定我没有任何陪护的义务。 如果他打算告我,请把我的保险公司也一起告。 说完我就挂了电话。 这个时候大家放心,如果碰瓷的要告你和保险公司,保险公司会请十分专业的律师来帮你打官司的。 你连面都不用出,至于最后到底赔不赔,赔多少根本不关你的事。 由于自己的车被扣了,我这一段时间就不行和坐公交去上班。 我不觉得麻烦如果这次能让这种社会不正之风得到整治,我想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 后来过了15天之后,我就去交警大队要验车报告,把车开回来了。 大家记住,扣车最多15天,要是你去交警队不给你验车报告的话,就去他们办公楼找一个叫行政科的部门进行行政复议。 然后去取车的时候,不需要交一分钱的验车费或者停车费。 后来碰瓷的一直在闹,和保险公司打官司。 保险公司请的律师也非常专业,而且我不需要出面,并且车也在我手里。 我每天正常上班,下班根本不受影响。 要是有人问你行驶正在哪里,你就说有官司在身,暂时抵押了,不会有影响的。 时间一长,结果肯定是碰瓷的接受调节,或者保险公司接受赔钱。 毕竟一个四肢健全的正常人,每天躺在医院里也很难受。 不管是碰瓷的,选择哪种解决方式都和你关系不大。 至于什么营养费,务工费之类的,千万不要私下答应。 保险公司都有一套完整的赔付标准,对方拿出所有的证明后,你拿着单据都可以去保险公司报。 一定记住三不一没有原则,不垫付,不探望,不调节,没有钱。 这一套流程应对正常的交通事故同样好用。 大家好,我是小包,我的愿望就是粉丝三连报复,么么么哒。